KC的原來如此,帶你領先消息面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我是萬象河 今天台灣股市開始出現一些回檔的狀況 紅海 田泉席啊,失敗了,今天紅海出現震盪 那有些朋友開始在這個市場上開始很緊張 到底紅海你需不需要緊張,我們今天會來講 今天星星快要整理結束了 星星今天開始翻轉往上漲,今天台灣股市整個狀況不太好對不對 但是星星卻往上漲 難道要開始噴出下一段了嗎 我們今天都會來講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趕快訂閱起來,我們頻道叫做K線原來如此 K線原來如此,請你趕快把頻道訂閱起來 我一直告訴大家,我們的頻道會以教學為主 會有很多每天的這些 個股的行情走勢 我們都會教你來看 未來的行情到底會怎麼樣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市場上能夠持續的學習 不要整天就是來問老師 老師今天這個股票可不可以買 這樣對你長久來講沒有幫助 所以請你看我們的節目 持續來做一個學習 我相信未來你到時候 慢慢都能看得懂這個行情跟走勢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大家的 但是你記得你訂閱的時候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 我們之後的節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鴻海目前的狀況 鴻海今天發5.4塊對不對 那今天除全息的狀況 開始出現震盪 當他找盤的時候一度還有往上漲 但是今天大盤的賣壓比較重 所以整個這個股價在上漲之後 開始有壓回的狀況出現 那其實這一次鴻海發的這個股 非常非常的多 他其實他也可以不用發這麼多 但是他基本上 發5.4塊 是怎麼樣 連續5年 配息率超過5成 所以基本上是蠻多的 而且是從1991年以來 31號發的這個股利 所以是最多的一次 那這一次總共要發748.6億元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可觀 要發700多億 但是其中有90幾億是郭台銘先生的 那大概就是等於大家可以分到其他人 可以分到600多億 好那今天鴻海 這個出現震盪到底你需不需要擔心 我們一樣會帶大家來看 但是我們現在口訣的部分一樣 都叫做什麼 這個圓K線的口訣叫做什麼 周線看大勢 日線看幅度 小時早撐壓克分進出點 第一個是我強調 你必須要立刻學會的 要周線看大勢 只要你會看大勢了之後 就不會再買在什麼 買在漲勢的末端 或者是 下跌勢的時候 不知道買了之後要等多久 或者是買了之後 一直往下做下跌 你就比較不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盡量買在盤整勢當中 或是買到盤整勢 轉入到上漲勢 開始發動上漲的位置 相信未來的朋友 你們在找股票的時候 慢慢的會越來越上手 但是記得 請利用第一個叫做周線看大勢來找股票 那鴻海目前的這個漲勢 這個走勢叫什麼 周線看大勢 目前叫上漲勢正在進行當中對不對 好今天大家看一下今天禮拜二 有出現壓回 周K線已經有壓回狀況出現 好那這個漲勢是不是 這邊有受阻了有受挫了對不對 好所以大家要知道現在目前的走勢是什麼 但是還沒有破壞整個結構 目前你可以看到200塊這個這個位置 是有強烈的支撐存在的 尤其上個禮拜也是有出現震盪對不對 一度往下壓回但是最後收了一個什麼 下影線這個禮拜 多更一線會不會也是有收下影線狀況出現 我相信這個機率是非常大的 非常有可能 好那這禮拜有很多經濟數據要公佈 包括美國要來公佈 他的利率決議到底要不要降息 那有可能會帶上整個股市又下一波的上漲 所以我們要持續來做觀察 那禮拜四的凌晨2點鐘 美國會來公佈利率的決議 然後呢今天晚上好像美國報又來演說了 所以 他應該會先提前透露一些這個消息 我們就持續來做追蹤 好不好那明天晚上也有這個小非農數據要來公佈 禮拜五還有什麼 非農數據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禮拜數據非常非常多 所以 台灣股市會出現震盪走勢 這個之前在昨天的時候我都已經有跟大家預報過了 所以你不用太緊張 雖然說台灣股市今天有出現這些震盪狀況 但是這都是我們合理推算的這個估算的範圍之內 好那鴻海日線的部分大家看一下 現在等於是在高檔重新做一個整理 今天有發完鼓勵之後 今天有除完息之後他有發開始出現一個壓迴狀況 好那我跟大家講 大摩上次喊到哪裡 最好看到375對不對 離這個距離還非常非常遠 那包括其他家 還有美齡 有看到250的 對不對 那目前這個整個走勢都還沒有到 所以我認為其實大家可以持續來觀察 鴻海走到這邊我認為絕對不是結束了而且 目前在上一次漲到217.5的位置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這個地方大賣特賣 我一直強調這個事情 沒有看到這個狀況 所以接下來在這個位置 我們今天回檔嘛在這邊做震盪 好手穩200塊基本上 對未來走勢都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來看 雖然說今天有壓迴不用太緊張 今天還有包括這個除全息的部分 好所以 接下來很快我認為整理完之後 一多的航行出現 洪海又會再往上攻 好不好我們就持續來做追蹤 好歡迎大家持續來做驗證 好那再來看 長榮航空的部分 長榮航空我們最近也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對不對 好那長榮航空其實最近的業績真的是蠻不錯的 從去年 到這個去年的這個總獎金 準備要發8個月的這個獎金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在長榮航空上班我相信 你就發現長榮航空其實 好像沒有像之前華航抗議嘛對不對 那這個整個福利公司是有放出來的 有賺錢 就應該多分一點的員工 這個我覺得是好事情 這一次股東會 他們的股東會有通過了 說要提撥這個 按照公司章程 提撥員工酬勞獎金 11.3億元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人人都有得領 好吧那加上之前 薪資發放兩個月的獎金 然後呢 再加上去年還要再發6個月的獎金 所以今年這個 我去年度的這個總獎金額已經高到8個月了 所以非常令人羨慕 那我認為 航空業表現好 賺錢 那實際上都會 反映到員工這些發這個獎金 福利上面 長榮航空5月份的合併營收是180.9億元 年增率是14.74% 然後客運的部分 年增率有6.78% 其實客運部分也在做成長 所以其實都還算蠻不錯 那1月到5月的合併營收是878億 所以營收這個部分 也非常非常高 800多億的部分 年增長一樣是16.54% 所以他的營收還在怎麼樣做成長 今年1月到5月比去年都還好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你不用看說長榮航空 長榮去年其實有大漲過一波對不對 那今年還沒有開始大漲 那我們來看這個圖 你會比較清楚 那大家看周線的部分 周線的部分 周線看大勢叫做什麼 高漲盤整重新轉入上漲勢 那現在為什麼漲 有出現減緩 這個我之前都講過了 大家再看一次 去年六七月份是不是漲過一波 剛才提醒大家 那一波漲到42.4塊是歷史的高價 當時有法人在這個位置 就先 做了價差出場了 所以上面是有壓力的 現在再來挑戰一次 再挑戰一次會遇到什麼狀況 會遇到解套賣壓嘛對不對 所以 現在往上漲 會出現一個還漲的狀況出現 那很多朋友 好不容易解套了 漲回來了 趕快就要賣出 所以你會發現漲的走勢不是那麼兇猛 但是我告訴大家現在才什麼 盤整完之後 轉入到上漲勢 所以 接下來繼續挑戰去年的這個壓力位置 我認為很有機會能夠挑戰成功 所以我們大家繼續來看 而且 最近這個走勢開始持續的往上漲 沒有什麼賣壓出現 其實賣壓並不是非常的重 大家你看一下日線圖的部分 高漲重新盤整之後開始 不斷的慢慢的往上推進 今天又開始創高了到39.35 雖然說 尾盤的時候壓回 是因為大盤整個盤是不好 但是重點你會發現 價位是不斷的在往上做一個墊高 所以很有機會我告訴大家這一次是能夠往上做挑戰 而且大家你可以看一下最近往上漲 的這個狀況 往上漲有沒有很多人在上面做一個賣出動作 其實並沒有 今天才多少張 今天10萬多張 10萬多張對長榮航空來講 並不是非常大量 所以 沒有很多人在上面賣出 有部分的人在這邊破例做一個解套 或是做一個解套賣壓在這邊去年可能套了一年了 但是 整體的賣出狀況都還好 所以認為還有機會能夠持續上攻 最後看一下這個星星的部分 星星今天漲半跟停板 那BDI其實連續已經上漲市漲了 好不好連市漲 那星星不漲 育民也漲 四維行 中行 匯央這些個股 散裝行運的個股 基本上今天都是呈現一個上漲的這個走勢 但是其實我在盤中提醒大家 不要太興奮今天這個走勢 我們一樣先來看 這個周線看大勢 還在什麼 盤整式轉入上漲勢之後 在這個地方有些震盪出現 大家看周線的部分就非常明顯 主要為什麼漲不動 為什麼 因為有解套賣壓 一樣在2021年7月份的時候 其實上一次 航運股上一次大漲的時候在21年的時候對不對 上一次上漲在上面 出現崩盤的狀況 所以 很多朋友到現在已經套兩三年了 所以現在漲上來會有人要想要解套 你就會看到 漲到這一次漲到34.8之後開始出現一個 強力的震盪 震盪蠻久的 當時 出現賣壓的時候我就告訴大家什麼事情呢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接下來需要等 至少兩周 那時間還要再拉長一點 已經兩周超過了 不過你看慢慢陸續 已經開始在重新轉強當中 在消化過往的解套賣壓 那BDI還在持續上漲 所以我告訴大家 整個行業的狀況 基本上 今年我認為都還是看到 非常好的部分 那包括 鴻海危機有沒有解除 沒有 搞不好以色列跟尼巴登要開戰了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沒有這麼容易解除 之前就是一個 消息面說要停戰 所以大家要怎麼開始崩盤 其實就只是一個消息面 那目前 在這個地方重新整理個兩周之後 也許再過幾天 或者到下禮拜 他有可能會再次往上做挑戰 所以各位朋友就持續來看好不好 我們就持續來看 那目前的剛剛盤整完開始往上漲 走勢不會這麼快結束 還有機會能夠持續上工的 好那最後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 聯準會主席報要來講話 那明天呢是什麼美國獨立日 7月3號會提早 在這個晚上 1點多鐘的時候會提早來關閉 然後呢 明天有小非農 但是美國獨立日7月4號的時候 凌晨2點鐘 聯準會要來公佈他們的會議紀要 FOMC的會議紀要 要來告訴大家 在美國獨立日的時候告訴你 到底要不要來降息 這也是蠻奇怪的 我應該要放假 他們就是照常公佈 好那禮拜五的時候 要來講非農的數據到底怎麼樣 聯準會他一樣還會再報告一個貨幣政策公佈他的報告 好所以 這個禮拜數據蠻多的 大家持續來看 我會持續追蹤 那最後大家看一下這個加權的部分 好 加權的部分今天有往下壓回狀況出現 今天收盤收在22879 好那其實我昨天就已經告訴大家 22500其實支撐非常強 就算這個地方在這邊出現震盪 都沒有關係的 稍微橫盤整理一下也是蠻好的 好不好那只要不跌破 22500這個位置 整個這個走勢都沒有出現反轉的這個狀況 所以目前在高檔叫做什麼 重新這邊震盪做整理 所以接下來很多數據要公佈 公佈了之後很可能 又會帶動台股下一波上漲 好不好所以我們就持續來做追蹤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做留言我們會來幫大家做一個解答 明天再見拜拜 拜拜